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7日,很快就更新一件事,就是這個罷工方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員工陣線那裏,投完票你發覺有很多人不支持繼續罷工下去,總辭呢?其實都可能不必要啦,你遲了的時候有沒有社區爆發,那你自己就很傷的嘛,是不是? 所以這點是之前說錯了的那樣東西來的,其實現在就每一個人針對自己的狀況 如果你是覺得危險的現在的狀況,那你自己在那裏秤咯,即是你都覺得危險的時候就不要做了,這次賠量走人的,即是如果你不幸運 那這裏,醫管的美女霸工,九龍西聯網,三個麻醉科的醫生辭職,兩個人是屬於馬加烈醫院,需要輪流去進這個dirty team 那馬加烈就傳染病科了,那所以其實那間醫院本身已經危險了,現在 那你還要近距離接觸病人的時候呢,就更加危險 如果你有看到上面武漢肺炎的那些個案,你是和那個病患,做手術各樣的那些事呢,是整個科室出事 那所以他們是高危的,那至於沒有接觸到血液啊,各樣啊,那你只是和他量一下體溫啊那些呢 那現在就沒有看到大型傳播,啊,即是在香港暫時沒有大型傳播 那當然很多東西呢,即是命來的,去到真的有大型傳播的時候呢,就已經太遲的了 那但是沒有辦法啦,就是可能這些東西由工會呼籲就會比較好些 那現在大家呢,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留意那個本土的死亡率 啊,那就不是你上面那個死亡率啊,上面我告訴你啦,2.1%嘛 啊,每日都2.1%的嘛,那還有呢,習近平說,疫情要慢慢退卻啊 所以目前呢,以每日,低回可能0.05%這樣,即是2.0幾% 那慢慢降低的嘛,那條數跟你亂猜是沒有分別的的 那所以啊,你喜歡參考就參考啦 那實請你要看一下,就是武漢那邊那個肺炎呢,傳染度啊,就一定高的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麼毒呢,那你就要看一下周邊那些確診個案啦 因為其實,你武漢那邊呢,那個醫療處理啊,始終都及不上外國的 坦白說,那所以可能搞死了些人,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亂來的嘛,那其他地方呢,可能就會好些的 就是收價,就是越南那邊啊,泰國那邊啊,都搞得好了 現在武漢那邊都還沒得 但是隨著呢,上面越來越嚴謹的控制措施 對經濟呢,是致命打擊來的 但是他就好像個地圖那樣的 就是現在一格格這樣呢,去盯住所有人 讓他們沒得到處走 那至少叫做有防疫意識的 雖然那個傳染數還是不斷爆啊 那但是我想,都還要加多幾天觀察啦 最好就是,香港可以出現一些叫做治癒的案例啊 那會有信心少少 那還有呢,就是,期望啊 現在你看到就是,他停貨都停到3月 還有就是很多人都已經不出街的了 走少了些街的了 對經濟來講呢,那個外日效應 絕對是致命性的打擊來的 就是你那個GDP呢,就不用審 一定是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但是這一點就很搞笑啦 因為你的鉗子啊,還有那些股票呢 不是怎麼跌的 那就不知是不是有人放著 但是其實終歸來講呢 理論上,長期你是要反映實值的 不過你不知道的 就是,大陸的股市 和香港的股市的特徵呢 就是現在香港已經感染了少少大陸股市的了 那個特徵就是 他的那個升跌是可以和經濟完全脫歐的嘛 所以你用經濟去分析這個大陸股市呢 你和亂股是沒有分別的 和現在的死亡數字一樣的 和亂股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你相信他的數據 我講你聽都可以啦 2%上下啦 那現在暫時呢 就死了一個39歲的 香港 確診個案呢 就25宗 那死亡率很高啊 啊,因為呢 確診嘛 你25宗 死一個 4%來的那裏 高過2%啊 那現在武漢那邊呢 是鬼哭神號的 因為每一宗個案呢 康復之後都很嚴重 那其他個案子你要看一下 我見到有個鬼佬呢 發病那時候啊 就直接躺下了 大喊 那就是說這隻病呢 就是那隻病毒啊 哈佛那個教授就說改了4個蛋白的 而改了這4個蛋白來講呢 令到他集伯加大成於一身喔 伯加大成就是有愛滋病伊波拉沙士 和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基因蛋白在裡面 那結果啊 就是他那個 Invasiveness 是 就是那個入侵性啊 是高很多 還有主要集中攻擊肺部 還有神經 那目前這一兩個星期正觀其變啦 那如果真的出現大型爆發 那你必定有醫護是傷亡的 啊,但是到時再發起罷工 因為已經太危險了 如果你裝備都不夠的時候 還有每一個人就針對自己個人情況決定啦 無論罷工與否啊 啊,那都要尊重回投票結果啦 就是醫護的決定 不是每一個人想升級到最盡的嘛 萬一罷工 你又好像沒有社區爆發各樣 那就是糟糕啊,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囉 林鄭這手牌打得好的 工他贏 字你輸 無論怎樣都夾到你回去 你始終沒有那個狠勁的嘛 再加上閉門會議 還有他竟然說 不談那個全面封關的訴求 因為醫管都說不到事 但是同時間他又說繼續堅持那五大訴求 那你只是精神上堅持的 如果你說決一不可 那他已經決了一啦 那其實不用談的了 拍桌走人的了 那好啦,這幾點做法不完美啊 對啦,遲下可改善啦 假如Touchwood啊 真的有社區爆發的時候 下次談判呢 就希望不要閉門會議了喔 還有訴求呢 就只能升不能減的 如果不是又眨玩自己 好啦,今天講到這裡 或是否很難靜 排擠在哪裡 你也看得到 那邊也有聰明 被固定的 你確定連著 最強的因為 然後又負責 我們要說 你也看得到 他來自行 五大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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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